今天是2024年7月29日星期一 今日焦点继续有我周天惠 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我们主要想和大家说一个话题 就是由中国香港剑击代表江文慧 在巴黎奥运女子重剑个人赛 拿到金牌 本来是一件正面到不得了的事 还是令人振奋 但是一帮黄友的观念极度矛盾 又要韬光又要怕干文慧的政治立场 而撑错人 这种心态有多反智和好笑呢 今天就想和大家看看 巴黎奥运在当地时间7月26日开幕 直至拍摄节目的这一刻 国家队暂时就以三金一银两铜 六面的奖牌排着第六位 而中国香港队就以一金的成绩 排在奖牌榜的第十位 大家当然就要继续为他们打气 说到香港继1996年李丽山 2021年的张家朗 由江文慧拿到奥运第三面的金牌 市民当然非常振奋 如果走在街上 你可以感受到香港市民的兴奋 尤其是他打出一场逆转性的比赛 在曾经落后1比7的情况之下 最后击败了主场的法国选手 Vivian 在之后的授访里面 说到自己不想输得欲酸 没有打出香港精神就放弃 这一句更加触动到所有市民的心 就在香港为江文慧 这一位世一而掀起热潮的时候 皇友都挂起一阵反制的旋风 有人就说自己毫无感觉 有人走了去外国的都要贴下金康 思维各走极端 这一道大致就可以分为三类人了 第一类就是用政治去看今次江文慧拿牌 很多在海外的皇友 说江文慧的立场是亲共的 所以不值得为他拿牌而开心 更加有人搬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在奥运之前点名支持他的言论 以及江文慧在2021年 曾经与律师会专业派对谈 将他看成为所谓的十恶不赦的建制派 这一批贯彻的是最激进的思维 失控到都没什么好说 反而有留在香港的皇友 就好像前沙田区议员赵楚邦 他经营的帮紧在Facebook专页上 就留言说对江文慧拿牌零感觉 原因就是重视其他东西 带过他的努力 还叫大家反思一下 到底自己的立场是什么 街线去到哪 记得2021年的东京奥运 当年黄色KOL嘉明 就是借着中国香港羽毛球代表 五家朗穿黑衣 发表政治观点 结果引起一场风波 今次同样有人政治大过天 但既然不喜欢和香港政府内地有关联 何必这么委屈留在这里 大把腻的同路人都是没有钱 和抛低家人的情况下选择离开 在海外从一而终做激进派 留在香港单单打打 真是浪费你们的黄色本钱 相比起第一类 第二类就是分身支持郭文慧 好似国安通缉犯罗冠聪 又是厉害又是恭喜 另一位国安的通缉犯少南 不单说香港世一 还说自己大哭 旺学者沈旭辉 还学人大叫We are Hong Kong 这帮人的共通点 就是离开了香港 平时的态度就是 香港已死香港玩完 到了香港扬威的时候 他们就会一起学彩 好像自己都是一份子 不过要记住班长那一刻 场上奏起的就是二勇军进行曲 而不是愿荣光归香港 他们表现得那么兴奋 根本就是讽刺到一个点 老实说 看着这种情况 真是觉得他们是精神分裂的 经常畅谈香港 又恰求外国的制裁 如果去到最极端 香港可能连奥运都没得参加 他们还怎样可以韜光呢 是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现在有机会就大痴突痴 免得日后没有这样的机会 同样不少选择 和香港割席的皇友 拿着干文慧的香港精神自嗨 这班人对着香港 没事的时候就演一出恐怖剧 到有威去拿的时候 就来一出例子剧 真是将世界仔 这个剧目做到极致了 正正是第一第二类的人 完全有不同的取态 所以就衍生出最特别的第三类人 又想撑又要镜 这班人见到香港光荣的一刻 自己很想擦下存在感 但又怕自己站错边去撑错人 有失黄名 所以就学人做起偵探 查一查江文慧说过什么 做过什么 包括他出席过消防处救护青年团活动 和读过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碩士 搞得这么辛苦 不出声就行了 偏偏要将调查证据拿出来说 分析江文慧值不值得撑 说到底自己的黄色虚荣心 根本就是大于一切 支持香港什么什么 都不过是要满足自己 所以先知又要威又要戴头盔 这一种仍是很荒谬的情况 一块奥运金牌 再一次揭示人一旺老就残的特质 归根究底 这班离开香港的人 思维从来都是不平衡的 一直在外地都建立不起归属感 但为了证明离开香港的决定是正确 就不断在踩低香港 你抬高自己 但当见到香港成功 要不就会说是表面风光 要不就像江文慧这次拿牌 高举自己香港人的身份 彻彻底底变成四笔仗 奥运这一边上演精彩的体育竞技 黄友就在另一边表现笑话闹剧 今个夏季真是非常热闹 今集的今天焦点来到这里 希望国家队和香港队继续拿牌 我们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